这把告诉你们 川小金怎么去兑现项羽啊 兄弟们 打项羽啊 开局咱们先买个鞋啊 一定要比这个项羽先到线上啊 然后一级买布甲直接跟他打 注意这个细节啊 他如果开局一级学的是这个一级呢 他连带边一起推的话 这个就不要跟他硬打到底啊 你像这一波啊 他开局直接就推了个人 这边就可以跟他打 但他马上就要升二了 发现吧 平A加2 咱就往回走 交个惩戒升个二级啊 这边躲了他这个一级呢 这基本上就单杀了 看不看着 就这么简单啊 这前提的项羽现在这么说 他非常的弱啊 他如果买的不是专精装备 这个二级 咱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 就一旦买专精装备 这个就是基本上前提随便打吧 啊 明文说一下 十个狩猎 十个鹰眼 十个红月啊 26攻速明文啊 第二波兵线 先交一技能啊 别亏这个精装 这波现在是能升四的 不用管项羽 上来先进兵线 升个四级再跟他打 这波好像也单杀不了 一技能给减速 二技能挂一手 哎呀被推了 这波应该死不了 推不推完 咱好像也是单杀不了啊 这血量太厚了感觉 怎么感觉这个项羽这么肉啊 给个减速 这边他唯一一技能了 最好这波把他被动 直接给他打出来 下一波咱就有机会 他还有一手闪现 这个呀 好像也杀不了啊 打出优势就慢慢打了 这把就是优势开局 这把阵容不是特别好 这连方打野前期打不出来 优势就不好打 哎呦 这惩戒交的有点失误了 没抢到 但是话要说回来啊 我这个惩戒 什么时候抢到我爸说 我是最不会用惩戒的人 偏偏让我用这个惩戒 打了这么多个赛局 我这惩戒 现在我都抢不明 这个项羽倒是没什么状态 先拿那个小吃甲吧 给个减速平A 平A 哎呦 二技能挂一手 大招看一下 躲个大招 这边他吃个塔下药包 啥不了了 这个塔下药包就很关键了 有点极限呢 先别着急拆这个兵线 清这个兵线啊 这项羽不一定会回城 没回来的话 这波李源芳过来 我稍微等个大招 这波他 直接就越塔成杀了啊 他还没当 知道吧 这李源芳 事也漏早了 要不这项羽肯定死 推我一下呢 你还能咋的呀 交个成绩 二点能挂一手 大招一开 把他大招给他骗出来 我说这个项羽啊 我说这怎么这么肉呢 开局先出的肉装 他要出叔叔装 我前期不夸话 咱啥呀 不过这也还行啊 没成绩 咱就不管了啊 这边就不能接着咋 下路咱们接着行线啊 先把这个兵型给做出来 等这个打野交完大招 这边看看能不能打 一技能先给个减速 平A接二 直接开大招 还是得切这个项羽 交闪现了 杀不了了 你看这项羽出了 先补个守护者之侃 这我能打得动吗 这把好像射手挺会玩的 这沟村里挺猛的 反正射手打出优质 咱这把也是稳定花回 下着二塔 拆不了就不拆啊 接着刷野就行 九级打七级 反正我也整不了他 他也整不了我呀 装备处理好 咱就不用想着单杀他了 咱这把就是正常发育就行 推我一下子 你还能咋的交场戒啊 大招一开 把你被动给你打出来 我说你跟我搁这门 这不还死了 被单杀了呀 你看我压了这个项羽 刚才起码得一千多块 但是呢 这出了个装备处的 我都服了 这开局哪有这么出着 出不响 我不知道这脑子响的是啥玩意 还能这么冲啊 真牛 正好射手去下路了 我还不愿意兑现相遇 现在没啥太大意思啊 这边上路 咱们还是接着带线 这把我这冰心出的也不好 如果项羽是这么出装的话 我们最好是出什么装 出火甲啊 像他有人问我私信啊 这个这两天明文出装怎么出 这出装啊 真没法说啊 兄弟们 这个红不好抢了 扛一波大呢 不行 这边直接走吧 感觉现在还有点难玩的呢 没什么顺风的局面了 这把看情况出装啊 不行 咱还是可以补个电道啊 打野落地 大招一开 这一波打不过呀 直接走啊 直接走 真打不了 往这跳吧 往那会跳还是要死 现在没出反甲啊 这个打野我有点打不过他 军事局啊 我们就慢慢发愈 啊 这打野倒也是挺不给力啊 还好这把射手会玩 这公司里要不会玩的话 这把有可能都逆分了 这点点你还能跟我打呀 项羽来了 别越塔啊 千万别越塔 这波越塔就嘎了 先把这兵线给清了 等下一波大招吧 现在打到八分钟啊 起码防御塔还有点优势 赶紧把这反甲做出来 没这个反甲 对面那可录了 咱们是打不了的啊 现在就是卡在这了 我拿不着人头了 所以说还是啊 捡两个人头最好是 一旦拿到两个人头 咱就直接发育起来了 中路大团 这波咱也得先清光兵线再过去 这下雨好像还真就发育起来了 这波往中路转啊 高剑里载下落清线 这波别漏视野啊 别打那个打影 等这个法师啊 先切这个法师 行跟G2 他有梦魇的啊 交场就拉近距离啊 他交大招 我直接开大 这边呢 一技能给减缩 往上走 往上走 赶紧跑啊 这波团战啊 先偷了一个法师 拿到一个人头 这就好打 还差奇葩百块的经济 这反甲做出来 对面打一眼也就废了 中路大团啊 这波咱先把上路兵线轻了再说 经济没什么状态的 他这波都不回这手二塔 那这波他死了 感觉这四个队友全都要死啊 这一波 这敌人杰估计得清这个中路的一塔 踩一脚给减速 平A接二 直接死就完事了 对面打野过来 大招一开 哎 雪亮回上来了 这边单杀了 交惩戒平A 平A哎 这双杀一拿 你看看 这是什么效果啊 好起来了啊 就怕对面打野直接瞄我这一屁股啊 他做不死 那等他打野是什么 那就是反常啊 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电刀做出来了啊 这把已经是个优势局了 就这仨人头都老关键了 还是接着发育啊 这项羽再怎么拿人头 他精力在这摆着呢 交惩戒往上走 你又交闪现 哎 这基本上把技能全躲了 哎 能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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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蔡文吉好像也能杀 哎 这攻速力真的猛啊 点解大招空了 我这边先稍微等个大啊 一技能踩上来 直接开大招往上走 平A 平A 向羽这边我给你扛塔 来 交惩戒往回走 我多讲 我这房子大对你扛 要不是公司离他能打个四场 11分钟了 咱这个电刀就做出来了 反正那几个人头我要不拿 这个电刀肯定做不出来 对面打野玩的挺好的 大招落地 哎 死了 交惩戒踩上来 这公司离伤害真够用啊 你像这种啊 我就不白给他扛这个防御塔的伤害啊 先别着急上 等着大招 救一下吧 救一下 先切这个蔡文鸡啊 这个向羽咱是打不动的 大招一开 哎呦 被控了被控了被控了 往上走往上走 交惩戒 回头平A G2 哎呦 好像能拿双杀的玩意 哎呦 哎呦 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 对 对 这把只要对面打野一肺 基本上就没得玩了 高建立上来直接交大 先等他大招消失啊 这位置他又死了 蔡文鸡给他加血都不行 蔡文鸡也得死啊 我这伤害老糟了 真没有用啊 这把队友太猛了 公司里要不会玩这把 咱大概率是要输的 我是这么感觉啊 首先那个打野 咱不是特别的好处理 我们这边打野呢 就是费费啊 没有用 一天打两局 这个号我从新纲 我不打到新纲二啊 好像也没用上几下 15.1的评分 那么然后 本期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我们有缘 再见